來看看俄羅斯這則新聞 人事異動的消息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我們台灣 因為怎麼跟我們一樣呢 俄羅斯現在是暫時 他還在跟俄乌戰爭 持續進行當中 但是普清突然更換了 原本的國防部長 換成了一位文人 文官出身的貝洛索夫 這位所謂是經濟學家的部長 是文官出來的 那當然本來的參謀總長 負責軍隊調度 戰場指揮的還是維持原職 作戰系統如此 但整個戰略指揮系統 要有一個沒有戰場經驗的 學者來做嗎 他是誰 那麼根據這個資料 一背景來看看 過去曾經擔任經濟部長 那也當過總統顧問 只知道第一個理由 當然就是跟普清關係密切 很緊密 跟我們台灣人是任命一樣 然後2020開始 他升任了第一副總理 同年米蘇斯金 原本的總理確診期間 他還代理過職務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候 掙錢要換將各種的分析 克里姆林公發言人的公開說法是說 希望對於創新持開放態度的人 將來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那俄軍主要是預算要控制的 經濟學家來看看這個軍事上 戰事上要花費的錢 有沒有辦法獲得控制 因為前陣子有被爆出來 有貪污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當俄物戰爭進入下一個階段 現在正在北部開戰 進入入戰階段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哈爾科夫我們看到很多新聞說 他已經逼近到了第二戰場 哈爾科夫猛烈攻擊當中 這樣的經濟部長用來的做法 就是控制軍事國防的預算 戰事的預算控管嗎 當然我們看看畫面是一個 最新的畫面是 烏克蘭的兵力一千多人趕緊撤離 因為俄羅斯兩年以來 第一次的越境突襲 除了導彈攻擊兩次之外 也有地面部隊進到了這個地方 以至於當地的造成的所謂的損傷 也緊急消防隊員在急救當中 但這個戰況 的確是對烏克蘭來講非常的殘酷 烏克蘭的情報局副局長公開的表示 現在烏克蘭面臨的問題缺乏武器 而且俄羅斯目前正在加緊作戰的腳步 往境內或邊境 部署了超過50萬名的軍人 相對於此 烏克蘭卻相當的缺乏兵力 當然英國媒體報導說 第一批F16戰機幾個禮拜之內 就要運到烏克蘭了 烏克蘭的攻擊軍發言人趕快說 哇 東正教復活節 就會來飛這F16的戰鬥機 但為什麼在記者會上 這是一個被說是不是又失言的消息 是因為白宮發言人在記者會上 被媒體問到說 為什麼美國不譴責烏克蘭的納粹主義 還持續支持這件事情 那想不到這位白宮發言人 尚皮耶他的回應是說 1979年以前 美國跟烏克蘭聯合打擊希特勒 跟史達林壓迫政權 那就是我們為什麼 置地於支持烏克蘭的原因 當然就把歷史搞錯被取笑了 因為二戰美蘇屬於同陣營 烏克蘭當時反而是 班德拉武裝集團 才是納粹的幫兇 所以跟這件事情 當然是分開來談 這個歷史也扭曲了 但實際上此刻的歷史定義 另外一個層次了 所以當中美俄高科技大戰持續延燒 當然前線的戰場還是進行 科技大戰 烏克蘭戰火被說延伸到太空 其實不是現在才這樣 早就是如此了 但美軍現在是進一步聯手 Space S 所要阻擋俄軍使用星鏈 讓烏克蘭可以有 制空上面通訊的優勢 那甚至有背書 為什麼叫空前衝擊 因為中國所有的量子研究核心機構 全部都被掃進了 美國的實體清單加以制裁 只有37家的中國大陸的企業 跟機構列入實體清單 包括了有22家 中國量子研究跟產業化 重要的單位 影響到底有多深 當然也有一說說影響不大 但其實制裁的確是非常強硬的 美國持續在圍堵當中 當然又是一個失言嗎 NASA的署長 他講了一段話 他說月球的背面永遠黑暗 為什麼 他也是在被質詢的時候問到的 中國把月球表面發射了著陸器 也就是說 永遠都處在黑暗的那一面 我們不打算去那裡 因為被問到 為什麼月球的太空競賽 好像美國是不是落後了呢 他的回答是 我們不想去 因為那裡永遠黑暗 其實科學家 不用講我們科普都知道 當然不是永遠黑暗的 它是有自轉跟公轉 互相的道理 不是黑暗 而是目前這個嫦娥6號 也即將要到背面去 做一些設施跟探勘 那另外一個 被說是有點笑話級嗎 航太技師可以用手工 搓出奈米級的這個晶片嗎 來看看這段畫面 兩塊鑄鐵平板 少許研磨砂 再加上這股巧勁 微米級已不在話下 甚至是頭髮絲萬分之一的 納米級也會都能達到 也會發現數據起伏 可能是手指按壓後 指紋印在薄片上導致的 於是他用紗紙 將自己的指紋磨掉 再按住薄片研磨 他用紗紙磨掉指紋 這是央視的一個報導 那磨掉之後 他就可以手工搓 搓出無奈米的晶片 當然事後很多網友 對此提出了很大的質疑 那代表手造晶片不遠了嗎 怎麼圍堵都不怕了嗎 那趕快澄清說 這裡的無奈米指的是 零組件表面的粗糙程度 不可能直接製造出 無奈米的晶片 所以這個當然各種的報導 有實際的落差 大家客觀的有這個判斷能力 來做分辨 亮哥 來看看俄羅斯最新的做法 用文官出任 顯然是他有所經費上 經濟上的控管意圖 這個貝洛索夫的任命 大家一般是認為 邵伊古對國防預算的使用 管理不良 造成大量的浪費 這裡面當然不排除也有貪腐 因為俄羅斯的國防預算 從去年到今年 他是從占GDP的3% 以下暴增到6.7% 軍工產業方方面面都 滿血回歸 而且還暴增 所以我覺得普京大概是覺得說 這個一定要有效的管理 因為俄羅斯的經濟現在也跟軍工產業 整個大復活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他的那個製造 製造業的經理人指數竟然高達54 這個在今年大概全世界 沒有人搞到那麼高的 那就是因為軍工產業 所以他大概是這樣想 當然有關邵伊古 坦白說 因為俄羅斯的軍事網紅也滿多的 很多人都在批評邵伊古 說他有很多戰役 其實處理得很糟 失敗 俄羅斯基本上兩年多來打得不好 坦白說這兩個人都是普京的親信 所以你也很難說邵伊古被 因為邵伊古是民生暗將 他是升到國安會當秘書長 好像 沒有啦 他們不叫這個位子 反正就是類似助理安全部門 表面的職位並沒有降 所以也還好啦 也還好啦 說實在 顧力雄坦白說他被任命 顧力雄自己也很誠實 他說我就是來抓軍購 抓建案的 軍購跟建案就是國防預算 執行 怎麼配置的問題 不是嗎 我們國防預算不是 一下暴增到6000億 所以我坦白說不管是蔡英文或 賴清德可能也對軍方在使用這個預算 有一些浪費上的不信任 當然也包括美國的意思 配合度上有懷疑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不太一樣 可是有一個面是有點像 就是國防預算大增 要找一個人來管這樣 那至於月球那個是 我講白了 因為美國現在很怕 中國大陸現在登月之後 他雖然是無人 可是他會拍回來一些月球的畫面 目前大陸網上已經都到處在傳 所以奇怪怎麼跟阿姆斯壯 那個時候的月球長得不一樣 那好多陰謀論 對 我也聽過不是真的登陸 所以就又引起了一些討論 不過因為很奇怪 就是說美國在1970年代之後 那整個登月計畫就逐漸消失了 那他整個NASA的計畫就轉向 比如說太空站 赫勃望遠鏡 還有火星探測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登月計畫花了那麼多錢 好不容易阿姆斯壯都踩上去了 人類的一大步怎麼就停了 怎麼後來就沒了 怎麼會這樣 而且沒了很久了 沒了將近50年 那現在NASA又在想說 有中國又在搞登月計畫 所以NASA就說他想要恢復 結果就發現不可能恢復 因為科研人員還有錢實在是太大了 可是這個就變成一個謎 所以你是第一個破世界紀錄的國家 為什麼這個計畫就擱置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大家也滿想知道的 小建長怎麼看俄乌戰士現在最新的 衝突畫面是俄羅斯有加緊進攻 往地面去前進的這個現象 我們現在如果看看這個戰爭研究院 他所提供的這個圖 我們之前看到的是這個部分 也就是頓巴士的附近的這些堡壘城市 一一的被攻下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也就是哈爾科夫上面 已經有紅色的這一塊一塊的 代表什麼 代表俄軍已經從北往南 然後要接近哈爾科夫了 那接近哈爾科夫之後 那其實也就是變成第二正面 已經出現第二正面的時候 其實對於烏克蘭現在不但缺人 又缺彈藥的情況之下 他這個第二正面怎麼樣來維持 怎麼樣可以抵禦俄羅斯 其實是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常常看 我們看國際媒體 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發現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的好像都是 那個烏克蘭不斷的向俄羅斯挺進 感覺好像要打到莫斯科 其實距離很遠 這是我們看到的烏克蘭 那這是我們在昨天所看到的 貝爾德格羅的這一個城市裡面 其實他們這是一棟大廈被命中的 那另外這邊也就是 福爾加格勒州他的一個煉油廠被命中 其實是在這裡 其實如果是這樣攻擊的話 烏克蘭其實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他打到這麼遠 難道他認為光癱瘓這麼一個煉油廠 接下來這一個接近我們剛剛講到說 接近對巴士的這些部隊就會被辭職嗎 其實應該是不會的 我們看了這麼多 也就是俄羅斯現在跟烏克蘭的狀況 其實烏克蘭 武力學術真的差很大嗎 差很大 我們之前講過烏克蘭現在已經是 在公車站在各個地方抓夫 也就是他只要看到你 覺得你的年紀 應該是要服役的年齡 他就先把你逮捕 逮捕之後要你出示證明 說你不是在他現在規定的25歲 到50歲的這個當兵的年齡裡面 那另外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他要開始改變這個國防部長 另外有一個可能是帶從頭 收拾舊山河 什麼意思 這是月飛滿江河 從頭收拾舊山河 是 是 俄羅斯可能覺得 這一場戰爭已經快要手到擎來了 然後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最後 除了最後的部分由少儀谷負責 但是未來這個部隊的 這一些經理 這一些 打掉這麼多的戰車 還有打掉其實還有陣亡非常多的 戰士官兵 該怎麼樣的一個撫恤 該怎麼樣的補給 避免北約趁此趁系介入 這個也就是他 普丁更換 這個國防部長的另外一個可能 當然大家全球也在看 兵戈在美元慢慢的到位 然後F16也到了之後 是不是有助於烏克蘭 接下來抵禦越來越激烈的攻防 我覺得恐怕很難 因為看起來美元 不是一次瞬間全部補上 而是這樣零零星星 慢慢一架兩架一個 兩個人這樣補上去 現在俄羅斯每天都在公布 他們又擊毀了多少 烏克蘭的裝甲車 坦克 自走炮 然後飛機 琳瑯滿目 各國都有 當然這公布真真假假 可是問題是烏克蘭顯然 現在處於一個劣勢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他自己兵員這麼缺乏 然後他要防守的範圍又這麼廣 剛剛小艦長也講 現在俄羅斯又開了第二正面 你現在就要面臨一個抉擇 就是你的兵員不足的情況下 你要繼續沿著這些正面防守 還是你要收縮兵力 因為你人數不夠 你要收縮兵力 你才能夠形成有效防禦 如果你不收縮兵力的話 你可能就被人家逐刺殲滅掉 這樣在戰略上是對的 我覺得烏克蘭恐怕去想清楚 這些東西 至於說期待F16來了之後 就可以扭轉戰局 我一直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幾架飛機就能夠這樣改變的話 這個世界上的戰爭就不是這樣玩了 而且他提供給他 又不是最新銳的F16 他是很老舊的F16 那個東西到底能夠發揮多少作用 我是非常懷疑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應該 不要去期待這個東西 而是先想著 怎麼樣收縮兵力趕快固守 這樣子可能才能夠把戰線維持住 不然的話過於逞強的話 反而恐怕整個 你會全部全線潰敗的情況就會出現 當然我覺得美國這一個人他在 我真的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美國和烏克蘭聯合打擊 希特勒跟史達林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講是被稱為小可愛的那位發言人 是 我覺得他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歷史課本到底怎麼寫 你到底誰跟誰是盟友 烏克蘭什麼時候跟美國一起聯手 反對過史達林 我實在是搞不懂 反而還有一堆人支持希特勒 是啊 烏克蘭 我跟你講希特勒當初很多人 二戰的時候希特勒犯最大錯誤 就是他進烏克蘭的時候 不應該是奴役烏克蘭人 而是應該跟烏克蘭人結盟 他這樣搞不好 他就有機會打敗蘇聯 結果希特勒當時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美國的年輕人 應該要去把歷史讀一讀 他是哥倫比亞畢業 對 哥倫比亞大學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講什麼 NASA這個署長我認為 他其實是一點點口誤 因為一般都說 The side of the moon 就是月之暗面 所以他就習慣性這樣講 那當然月球背面不是永遠黑暗 不是這個樣子 那只是他習慣性這樣講 可是我必須說 月球的東西真的很奇怪 因為美國最詭異的就是 阿波羅計畫 他們居然把所有相關的文件 燒掉 燒掉 消失了 超級奇怪 所以美國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策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讓我聯想起 我們30年保密的命件 太奇怪了